來到這個地方呢,要講到我們這個地方晚上 我們帶你們來看螢火蟲,這個是最好的螢火蟲的地點 那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地方呢,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它的環境,你要白天的時候告訴它 這樣的一個生態環境是最多螢火蟲的 為什麼?我們早上呢,昨天晚上呢,顧老師已經有講過 上面呢,一定要有所謂的遮蔽 太空礦,在太空礦呢,螢火蟲呢,沒有什麼? 安全感,沒有安全感 第二個呢,生態環境不佳,會有燈害的關係 那這個地方呢,剛好一個國地 有很多的石頭鳳,它殘暖的地方,躲避的地方 對不對?然後呢,草呢,附備也完整 水分也有,濕氣也有 就剛好是最佳的螢火蟲生長的地方 當它白天呢,我們帶螢火蟲的地方呢,把它講解完 怎麼這麼好的生態環境 那晚上呢,我們帶大家來看,不是更容易的嗎? 它更會了解,不然晚上來看說 喔,這就跟它接,為什麼生態環境它會好 它不懂,不懂 就是說我們下午就要把它帶過來 把它講解一次,讓它晚上能夠留下來 然後創造商機,這樣了解了嗎? 創造商機也是我們的責任耶 對不對齁? 所以我們的責任齁,我們是該做的 在做的部分齁 好,那原則上呢,這邊就是稍微你要把它帶一下 那因為我走播我就不講解了 因為昨天已經講了